名人居然复活了与之波光 此时名人开始了备战之居的准备 他首先让其他四营展开了平民的避难工作 之后用飞雷神来到了雨影村 当他抵达长门身边时还没开口 长门便以率先说道 师弟是为大统墓之居的事而来的吧 长门作为大统墓仪式的转身容器 虽然他不想承认 但他现在可以说是第二个大统墓仪式了 察觉到一族中的神已经觉醒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师兄弟二人一阵对视 双方都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凝重之色 片刻之后名人说出了这次来雨影的另一个目的 他有一事想请小南师姐帮忙 长门立即让人带来了小南 名人想请对方帮忙的事 正是请他在佐渡的沙漠空间中预埋上奇报符 如果有师姐拿六千亿张奇报符 在和之居战斗的时候一定能有出其不意的帮助 小南闻言笑着向名人表示没问题 他愿意将角度剩余的金库全部用上 预计最后能凑到一万一张以上的奇报符 在场的人都喜出望外 唯有角度的心在滴血 安排好雨影的事情后 名人便用飞雷神回到了大蛇丸的基底 在大统墓之居来临之前 他们必须尽全力做好准备以提高获胜的概率 为此飞奸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 他打算让灰叶再次施展那恐怖至极的无限阅读 利用神术的力量将忍戒除核心人员以外的人都束缚起来 这样一来名人他们在和之居战斗的时候 就能借助神术得到猿人不断的查克拉攻击了 另一方面在和之居残酷激烈的战斗中 人们置于神术的庇佑下 反而比他们直接暴露于战火之中更安全 等到战斗结束再让灰叶解除 无限阅读释放出他们即可 飞奸刚说完驻奸便瞬间爆发 他第一时间就把飞奸的计划给尽了 他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使用这种方法 因为之居有着什么能力还全然不知 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多 不过虽然飞奸的意见被否定了 但他的计划却让大蛇丸想起了一个人 大蛇丸邪媚地笑着看向驻奸说道 驻奸大人 你还记得一个被牵手一族封印的宇治波人吗 驻奸听完大蛇丸的话一脸猛逼 但飞奸就不一样了 常年研究各种竞数和宇治波历史的 他一下子就想到大蛇丸说的是谁了 那正是战国时代被牵手一族封印的宇治波光 名人一听恍然大悟 在前世他才因对方的能力变成了杀一名人 好在佐祝最后阻止了自己 佐祝淡淡的一笑 他现在终于知道大蛇丸想要的是什么了 那便是拥有八千毛能力的战国时期最强血纹眼 这能力能够将被打上标记之人的查克拉汇集在一起 并传递给指定目标 只要解封宇治波光 并让他在忍界所有人的身上打上标记 这样就能够在无风险的情况下 实现无限阅读那吸收汇集整个忍界查克拉的效果了 为了提高战胜之巨的概率 名人他们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这个方案 他们根据木叶资料是遗留下来的战国卷种 很快便找到了封印着宇治波光的地方 破除了重重障碍后 被封印的光映入眼帘 般看着自己的族人竟被千手一族如此对待 他不禁瞪了飞尖和铸尖两眼 之后走上前查看了一番 太极封印吗 让被封印之人的生命暂时停革在被封印的那一刻 还真是无聊的把戏 看来千手一族是为了等待时机将这小女孩的能力作为挤用 还真是丑陋的千手一族啊 说着的同时般再次瞪了飞尖和铸尖两眼 之后他双手飞快结印发动了太极封印解 一阵黄光随着印法的落下肆虐而起 宇治波光的身上冒起白色烟雾 脸上逐渐恢复着生机 不久后他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到周围那么多人他立即向后跳去 并飞快结印发动了豪火灭血 名人见状上前用九尾的大手拦截下了攻击 之后笑着说道 放心吧 你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但长期被迫害的光早已心灰意冷的不再相信任何人 他猛睁右边的血轮眼 下一秒天照的黑炎便在名人的身上迸发 名人不慌不忙地用九尾外衣分离走了身上的黑炎 见天照竟被轻易破解光惊讶不已 他立即又对名人发动了阅读 但在他阅读空间里显现的正是资着牙的九尾 名人不仅没有受到与之波光的阅读规则限制 反而改写了对方阅读空间的规则 空间里展示出了一幅幅图画 那正是前世博人和光的点点滴滴 光颤抖地问名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画面上的那个男孩又是谁 名人笑着介绍自己是第七代木火影 也是如今忍者联军的统领 至于那个男孩还是等你自己去确认吧 曾经和光有着差不多遭遇的名人很理解对方的痛楚 他郑重地向光保证那种被人孤立和排挤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看到名人那阳光般真挚的笑容 光稍微放下了防备 阅读空间随之瓦解 驻间见状大步上前使出了自己的绝招 他向与之波光鞠躬道歉说道 虽然现在说这些都弥补不了什么 不过他作为曾经牵手一族的组长 还是要向当年的族人替与之波光道个歉 得知了纷争已久的牵手和与之波如今竞合同一家 光惊讶不已 虽然他依旧痛恨着这两个家族 对于光今后的去处 名人决定让他住在自己的家里 因为他相信想要治疗对方的身心 伯仁是无二的人选 就这样名人带着光回到了家中 当伯仁冲下楼看到光时 他惊讶和略带害羞地问名人这个人是谁 名人向伯仁做了一番介绍 从今天起他将是我们家新的一员